有分析指 前总统特朗普即将重返白宫 可能会对医疗保健的获取带来新的障碍 陈寿佳在报道 至于旧金商记事报的报道 特朗普在医疗保健领域的影响将会遍及全国 尽管特朗普在竞选时表示 他不会签署全国堕胎禁令 有关堕胎限制的决定应由各州来决定 但分析认为 特朗普政府依然可以限制堕胎药物的获取 或者撤销FDA对某些药物的授权 在联邦医保Medical方面 保障弱势群体维持基本生活的安全网保险的资金 可能会被缩减 联邦用于推广奥巴马可负当健保的资金 也可能会大幅缩减 并可能容许保险公司 想患上重病的人收取更高的保费 而某些低收入群体的Medical使用资格 也可能将会受到限制 尽管特朗普表示 他不会再次尝试推翻可负当健保法 但特朗普2.0政府明年将决定 是否支持延长奥巴马健保计划的增强型宝贝补贴 另外 单选副总统的万斯后来表示 政府将寻求向可负当健保市场 注入更多的竞争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其他 曾在其政府工作的人也表示 在昂贵的医疗保健方面 特朗普已经展示 他将采取强而有力的措施 最大限度的减少欺诈和浪费 来降低医疗健保的费用 因为支持特朗普而退选总统的 独立候选人小罗伯特·甘乃迪 是一名疫苗怀疑论者 随着他出任特朗普的亲信顾问之一 一些公共卫生干预措施 可能会受到批评 公共卫生当局担心 公众可能会对医疗科学的信心减弱 导致那些可预防的疾病 病例可能会增加 特朗普在11月3日 接受NBC新闻采访时就表示 他将与小甘乃迪讨论 究竟值某些疫苗而做出决定 小甘乃迪也告诉了他的支持者 特朗普承诺让他控制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有民主党人担心医疗费用将会提高 许多人将失去医疗保险 而富人则将得到减税 26台记者陈书家报道